坚决反对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持续散布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虚假信息 对美方有关的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 美方就造谣中国向俄提供军事支持 但气未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连美军的负责人也坦诚 中国并未在冲突中向俄提供军事援助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没有参与对俄制裁或中断对俄贸易 美方的锅甩不到中国头上 美国一边出台大规模的援武法案 一边无端地指责中俄的正常经贸往来 这是赤裸裸的虚伪双标 谁是乌克兰危机的始终俑者 谁是地区陷入冲突战乱的幕后推手 谁是让危机延荡不绝的罪魁祸首 谁是全球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